三次的內容很多 你看它的標題 牛頓運動定律 牛頓運動定律 所以我們會說三次的 Nuton Slow 牛頓的運動定律 就是這樣意思 可以嗎 牛頓運動定律其實我們國中都已經學過了 但是我們很快在這地方還是要幫你做一個review 跟一個提醒的演練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牛頓運動定律有哪幾個定律 還有幾個 一二 總共有三個 那你就把它分成牛一牛二跟牛三 所以我們首先看牛一 這牛一不是牛公 牛一可以嗎 牛一在講什麼 對非常好很快 我們就來看萬星定律 來注意了 萬星這個地方呢 你們都學過 但是我要跟你們提醒一下 其實慣性呢 你不只知道牛一叫慣性 它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會跟學人講慣性的時候呢 我會喜歡說 它是一種什麼 習 習 習慣 它是一種習慣性定律 也就是一個物體呢 它會習慣 維持在它一個原本的一個運動狀態 今天懂我意思嗎 我們來講一種說 來 牛一第一的就是什麼 有個萬星定律先寫 好不好 萬星定律先寫 好 它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物體 維持 原本 運動狀態 運動狀態 狀態 的 特性 是我的物體呢 會習慣的維持在運動狀態 怎麼意思呢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來說明就好 比如說 看一下 好 比如說 我們 所以 後方會不會同學這樣怎麼意思 蛤 它叫什麼名字 哪一個 哪一個 那個 蛤 哪一個 所以後面那個 你當 手指這個啊 它叫什麼名字 蛤 可以 具體是不是 好你看我現在把它叫起來 對不對 好 那你信不信 根據牛的習慣性定律告訴我們 他已經習慣了睡眠的狀態 所以他待會勢必 會不知不覺就怎麼樣 睡著啊 欸 所以這是不是一種習慣性定律 是 喔 OK 老師是用這個例子 你看一下 回去而已 欸 回去一下 回去一下 欸 喔 所以這就是一種 物體 維持原本運動狀態的一種特性 好不好 那當然這個不是一個 喔 用嚴格的物理來講 這當然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這樣講 能夠讓你去感受 那種 物體真的會維持原本的狀態的一種感覺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取一下 一些真實的例子 來比如說 我們看講一下上面的書 來 我們慣性呢 會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 好 你今天 不小心 冒死 哎呀 掉到地上了 髒了怎麼辦 你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這樣子 拍一拍 對不對 好 不要生氣 他不會痛啊 你要不要生氣幹嘛 那 為什麼會做這動作 為什麼會做這動作 這就是一個慣性的運用 你知道嗎 簡單的說明 我在這邊畫一個 假設 這是我們剛剛的帽子的那個帽炎 好 我們用一個測試圖來看 那你掉到地上之後呢 你是不是會有很多的灰塵卡在上面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拍一拍的時候 灰塵就會掉落呢 因為對這個灰塵而言 它原本是在帽子上面的 他原本是有在動還是沒在動 他原本沒在動 原本沒在動的人 他就會習慣都不要動 對不對 就好像如果你回家 坐在沙發上之後 還有人可以叫的東西嗎 我想應該是沒有了 對不對 如果你坐在沙發上 或是坐在電腦裡寫片 基本上呢 大概只有兩件事可以讓你 讓你一開椅子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上廁所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吃飯 從此之外 再也沒有任何時間 可以讓你離開座位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同學打電話來找你 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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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書也是坐在上面看 對不對 所以原本禁止的物體 他就會習慣 維持他原本的運動狀態 而繼續禁止 OK 那麼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做了拍打的動作 來拍打動會發生什麼事 就會變成說 剛剛的這個帽子的貿易有沒有 我們這樣一拍對不對 我們在這拍的過程之中呢 是誰在動 是不是帽子在動 對不對 我把帽子拿起來這樣甩 對不對 這是帽子想要動 但是灰塵想不想動 灰塵想不想動 這個是冒動 那灰塵會不會想動 還沒奇怪喔 灰塵你看嘛 你不是都知道是不安心嗎 他會維持原本的運動狀態 所以灰塵原本不動他會怎麼樣 一直不想動 一直不想動 那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帽子走了 灰塵走了沒有 我帽子走了 你看喔 我帽子走了 灰塵有沒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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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灰塵原本是在這個高度 然後一開始是卡在帽子上面 對不對 然後呢 我手拿著帽子一起喔 帽子是不是走了 灰塵有沒有走 灰塵還是希望能夠維持在原本的這個位置 對不對 可是此時他是不是就跟帽子做分離 我們就是用這個動作 還把灰塵還乾淨 這樣子瞭解嗎 這樣瞭解喔 可以嗎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會怎樣 分離 冒鹽呢 好笑 可是灰塵呢 還在這裡 所以呢他們就會分離 很乾淨 很乾淨 可以嗎 好那我們說這個例子呢 你這樣可能還不是很有感覺 那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小示範 好不好 不好意思的 沒有經過你的允許 借我一下好不好 好 那你可以借我橡皮擦嗎 好 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我大概要把這水罐拿走 這樣抽走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這樣會不會跟著一起走 會 會 不會 不會 不一定 那如果我抽得很快 不會 不會 那為什麼你一下說會一下說不會 因為 好我們先先看好不好 看喔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所以他有沒有跟著水瓶一起走 有 有 你喜歡嗎 那個瞬間有一 來我先說 什麼叫做跟著水瓶一起走 跟著水瓶一起走是這樣的 我們一起走 一重去郊遊 這叫做一起走 可以 你知道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叫做一起走嗎 這樣會不會一起走 沒有一起走 沒有一起走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一起配 來注意 因為這就是一種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橡皮擦 他 他目前是不是在這個位置上面 已經習慣了這個位置 所以根據牛頓的慣性運動力的說明 他認為說 物體呢 他會一直習慣維持 原本的運動狀態 什麼叫維持原本的運動狀態 什麼叫維持原本的運動狀態 就是他原本在哪裡 原本怎麼樣 他就想要維持那樣就對了 OK 所以當我的水瓶抽離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的這個橡皮擦 我們做個慢動作 你看 水瓶抽離了 橡皮擦 一開始還是想停留在這邊 對不對 但是由於沒有人支撐他了 所以他就會往來掉 下掉 然後因為他掉下來 會碰到桌面才會亂 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慣性實驗的 一個說明跟呈現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不好 好 這是一個性質的理解 好 那我們再來看更細部的一個內容 好不好 那你說老師 物體會維持有可能的運動狀態 那 你有哪些運動狀態 是我比較知道的呢 很簡單 來 注意 這個慣性定義 我要做兩個來討論 一種呢 是對禁止的物體而言 一種呢 是對運動的物體而言 好不好 好不好 來請你看到講述上面的說明 好 來 你有沒有看到內容說 他說 如果物體不受外力作用 或所受可力等於你的話呢 進者滾進 動者會滾做什麼 你幫我實現 等速度 直線運動 好不好 這個內容應該都很熟悉 這內容都很熟悉 好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性質 性質 性質 如果 不受外力 FY等於 或者 合理等於 好 如果 如果 我發現這件事情的話 我的問題會怎麼樣 近 跟動 原本禁止的人 你就會幹嘛 很近 那老實說 什麼叫做動者 就是你原本有在動 那你怎麼動 我不在乎 只要你原本在動 只要你原本在動 可以嗎 不管你一開始怎麼動 不管你是橫著 還是上下的 隨便亂動都沒關係 只要你在某一個時刻 瞬間之後 所受外力等於你 或是合理等於你的話呢 他就一定會做什麼 嗯 好不好 這樣其實你剛才看得懂 好不好 速度等於定制 代表他在做什麼 等速度實現運動 可以嗎 這當然有沒有 可以嗎 第一節課 效益的課 可能有可能比較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你 這節課你要是 沒有專心聽懂的話 你動口會很輕 好不好 好 為了這個 暑假 太輕一點 你們一定要升職 一定要升職 飛嗎 還有什麼地址要知道 很簡單 每天早上來上學的時候 應該是 要不是做捷運 要不是做公車吧 對不對 那我們都知道 有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搭公車的時候 公車進站 我們上車 然後上車之後呢 請問你 你會不會 那個扶手 會嗎 你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 公車他踩油門 啟動之後 你會怎麼樣 如果說我們的前進方這邊 公車向這邊 啟動 通常會往哪邊 前到 會往後 我們是不是說 這也是一種 惯性的一個例子的呈現 對不對 這次國中老師都有教過這件事情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為什麼 真的跟惯性有關係 你要怎麼解釋 你要怎麼解釋 很簡單 就這樣想 一樣 這是公車 這是公車 現在公車呢 突然的 喔 突然的想要向前走 對不對 但是我的人 想不想要向前走 我在那邊 我不想動啊 可是你向前走了 對不對 而我不想動 所以會造成一個什麼 一個有一個相對的 一個運動的呈現 就是說我向前走 但是你不想動 喔 我地面的整個摩擦呢 會把你怎麼樣 會把你往後帶 可以嗎 好 所以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個也是惯性的例子 好嗎 所以惯性這個地方 你要除了知道這個 定義之外 他給你什麼意思 你要懂得判斷 好不好 有考題喔 OK 那這個惯性 我們先講到這邊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 牛二 牛二叫什麼定律 我會說牛二叫做運動定律 那運動定律 那運動定律是什麼意思呢 你們國中學過 有個公式 都是在牛頓整個 什麼三大運動定律 運動定律好像很厲害 可是其實都幾個公式 一個什麼公式 叫做什麼 是的 F會等於什麼 MA 好不好 這國中所學 那我們剛剛說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當然不一樣 你要知道 誰是向量 力量是向量 以及加速度是向量 OK 這個是我們要能區隔出來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接著呢 製作老師 他現在都講完了 好簡單喔 唉別急 這個地方呢 要跟前面來做一個呼應跟解釋 來 你有沒有想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在慣性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不是這麼說嗎 如果萬一等於零 或者呢 合一等於零 靜著恨靜 動著恨動 對不對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要從這個地方來做一個引導 但這個F.MA 告訴我們精神是什麼 也就是說 一個具有實量的物體 如果受到力量 作用的話 就能夠讓它產生這個加速度 這個是它的一個精神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接受的話 我會過來整理它 那我的外力等於零 或者是合力等於零 它伴隨而來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會不會有加速度 我會不會有加速度 不會 對不對 所以我的A一定等於什麼 A等於零 那A等於零 我沒有加速度 什麼叫做我沒有加速度 代表我的速度 會不會增減 不會 那我既然我的速度 不會增減 我原本禁止的人 我當然就永遠都怎樣 因為都禁止嘛 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加速度 我速度不會變 喔我一開始又禁止 一開始沒有速度 那時候都是禁止 都不會變 都是零啊 可以嗎 OK 那再來 一開始在動的人 我一開始可能什麼 怎麼辦我不管 可是在某一個瞬間之後 我沒有任何加速度 代表我在那個瞬間的那個速度 是不是就被 就被定下來 聽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就會一直 一路的 喔 沿用這個速度 繼續來運動 因為我在某這個時刻 踢之後 喔 沒有任何的加速度 我的速度沒有任何的增減 什麼叫速度沒有任何的增減 代表速度大小不變 速度方向不變 大小不變方向不變 謝謝你怎麼運動 講完整的謝謝你 是嗎 其他人說一下 是的 請你把兩者做結合 做聯想 你要把它綁在一起 你的學習才是完整的 好不好 OK 喔 所以這樣子你就知道 好 但這個還沒什麼東西要提醒 我們要對這個質量 喔 來做一個解釋 來做一個解釋 基本上 如果你國中有畢業 當然你有畢業 幫你有沒有在這裡 你們學過質量跟重量的概念 對不對 有齁 那 問你一件事情齁 質量要用什麼量 用什麼儀器來量質量 蛤 甜品對不對 是吧 有沒有這個印象 有沒有 家豪有沒有這個印象 有齁 那重量要用什麼來量 蛤 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 有點跟我 生死的 我們算同一國的 來 重量用什麼來量 重量用什麼儀器來量 蛤 怎麼秤 彈王秤對不對 這個都你們有學過 那我再問一件事情 在沒有重力的情況之下 都會使用給我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我都給我畢業 沒有重力的情況之下 是不能用天皮 我們是不是說 如果我用天皮來量質量 在地球量質量的結果 跟月球量質量的結果 是一樣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們有強調過 天皮要使用 一定要在有重力場的地方 即便它的重力場很小 但是你一定要有重力場 或整個天皮是無法使用 這個一定要知道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對質量來說 一個認識跟介紹 如果你在用天皮量測的時候 你量測出來的質量 可能叫做Mg 要不 叫做 重力質量 重力M 好不好 那不是重M 是重力M 重力質量 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我只知道 我今天沒有天皮 我怎麼知道這個問題 質量是多少 好 怎麼辦 涼拌 涼拌 涼拌炒雞蛋是不是 誰可以告訴我 怎麼辦 24號 Copy 9號 9號 蛤 我今天想要知道 這個質量是多少 可是我沒有天皮啊 那我怎麼辦 好 沒關係 回答不出來是正常的 回答不出來才不正常 好不好 好 但是 至少你還洗得 這是一件好事 好 那我再說明一下 後面那個 他整的都把它叫起來了 好 差不多了 來文藝 文藝 真的點 好不好 好 我暑假 不想要收太多學生 你們能過 就趕快盡量過 好 能過就盡量過 那分數 都掌握在你們的手上 我也在想 再次想要 我絕對不會加分 不會不會 不會扣你的分 你幾分 全部都靠你自己 好 我希望你們都能夠過 OK 我絕對不會挑戰你 但是你們要努力 不努力 又想要過 我告訴你 講到白了 好 天下沒有白色無散 這樣 老師們都可以站在這邊 都是因為我們以前 很努力 就要站在這邊 好 不然 難道 你叫那個 你去那個 天橋上面那個 叫他來這裡 沒有辦法來 天橋上面 沒有聲音 不是啦 我意思是說 這個是很公平的 你要怎麼收穫 你就要怎麼出來 這是很公平的 除非 有沒有 你爸是李嘉誠之類的 有沒有 你爸是李嘉誠 你是李嘉誠 那李嘉誠跟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就是自己認真一點 好不好 有一點關係的話 那你就OK啦 好啦 開玩笑了 行了沒 行了 趕快聽喔 後一二就重要了 快點 你要算 你要有欸 他不就在這裡嗎 他怎麼做 很簡單嗎 欸我推你 然後我看你加速是多少 啊我用公司算一算 不知道你指標是多少了嗎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公司告訴我們 不是在做這件事情嗎 是或不是 就是 灰台下 我一個人都演戲 好無聊 你知道 你出戲 就不能只有主角 你要有 配角 幹嘛說自己主角 哎呀 不然你來當主角 你來來 你上 當然是我主角 廢話 但是主角還是要有配角 配角也要講 雖然說 雖然說 氣氛比較少 可能說你們都只有那個碰腦勺 附近 可是要有些鬼 不然人家說 這個碰腦勺都不會動 好可怕 哈哈 這個 這個班應該都是 擺那個 模特兒那個 假人 是不是 好不好 精神點 好不好 第一堂課 我告訴你 你只要能夠撐著 你就一人假人 你懂我意思嗎 你看別人爬人 你撐著 你就一人假人 那如果你要順便踢進去 他就不太多了 好不好 所以 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公式 我只要知道 我對他施了多少力 然後我可以去量測 這個加速度 怎麼量啊 你不是學過等加速度 運動三大公式嗎 你可以去算說 哦 我這段過程 都要花了一秒鐘 然後這個距離是多少 那不會算 可以算 S 怎麼二分之一的地平包 對不對 什麼印象 還有人家速度運動三大公式 這個你要會哦 影片都幫你報導 哦 直接不夠你爸跟人家講哦 那我去複習哦 可以打哦 OK 所以我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那所以我透過這個公式 這個方式 得到的質量 我會把它叫做 萬型質量 可以嗎 可是老師 都一樣 趕快 因為 你的手的方式不一樣 你的概念性是不一樣 OK 所以會有這樣的差別 不過這個 這個大概是自然組高二呢 才會要去更深入了解 這個地方就是能做一個認識 做個認識就好 好不好 那所以牛二呢 就是我們的運動定律 內容有什麼呢 來很簡單 我們來畫一個盧 也就是有一個物體在這邊 很簡單 我畫一個 大A 這個是 小F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做一件事情 如果 我這地方有一個F 來推它 這個地方有一個F來推它 好 那很明顯看到 我們顧名思義 大A這麼大一塊 它的質量應該是 比較大還是比較小的 比較大 比較大 那小A 這麼小一個它的質量呢 當然很直覺就比較 好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那老師 你說F的MA 力量中 在具有質量的物理上面 就會產生加速度 請問你 如果它產生出來的加速度呢 叫做A大A 它產生出來的加速度 叫做A小A 我想請問你 這兩個人 加速度的關係是怎樣 我的力量都一樣哦 你這麼大塊很難推吧 你的加速度的T 比較怎麼樣 一定比較小啊 那你這麼小塊 我隨便T 就飛走了 我的加速度T 比較怎麼樣 比較大 這叫做什麼比 來 注意聽哦 如果是你看 我推質量大的人 加速度比較小 這叫做什麼比 把T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 他們講 請看 請看 來 注意 一個觀念哦 他說呢 如果外力 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跟外力成正 先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我先不管這個 我先不管這個 我正對同一個物體而言 注意看哦 我正對同一個物體而言 我這力量越大的話 我是不是就能夠加速度越快 合不合理 力量越大 對同一個物體而言 加速度更越大 合不合理 要是你稱什麼比 成正 一個風格的情況 有點長正 好 但是你幫我 好像是那個 寫詞品上面 再多加幾個字 對同一物而言 對同一物而言 好不好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那如果是對不同物體而言 就像是我們這邊的主題 對不同物體而言 我力量一樣的時候 質量越大的人 越難會 加速度越小 質量越小的人 越好會 加速度越大 這個時候呢 我的 這個加速度 就會跟質量成 什麼比 一般的比 這就是我們第二回講的意思 好不好 OK 你要知道 來注意 單位來瞭解一下 SI字我們的力量呢 謝謝女性 你用什麼盾 牛盾嗎 為什麼 他發明的啊 不厲害對不對 用牛盾 質量用什麼 質量用什麼 SI質量用什麼 公斤可以嗎 加速度 加速度 單位是什麼 我給你一個提示 還有一個分詞 上面擺什麼 下面擺什麼 蛤 聽不到 男生想到這一點 蛤 欸 需要比較少啊 上面是嗎 對不對 蛤 什麼來的 我講過 單位那邊已經講過了 這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知道的 好不好 齁 所以 流頓地獄中定律 單位都寫下去 好不好 齁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我們流頓地獄中定律的一個概念 是這樣子 齁 會不會太快 齁 可以吧 齁 好 接著 牛一牛會講完 接著要講牛三 來 牛三還記得叫什麼東西嗎 叫什麼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對不對 齁 所以我會這樣寫 作用 and 反作用 好 那這個地方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我這邊有兩個人在這邊 這個時候呢 待會就要取一個例 好 待會就要取一個例 但是我看 我先畫 先看我畫 來 這樣子畫 等一下另外一個人 太高了 他畫一樣高 太一樣高 在幹嘛 他們在玩這個 欸 這叫什麼遊戲 你推我我推你的遊戲 好 小學生 小學生不是喜歡我嗎 欸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 是啊 好 那他們在這個 噢 噢 噢 然後呢 發生了那個 爭吵 我們來講一個故事 好 老師想說 就是 我就是嘛 不知道你怎樣 屁 哇 你們這是用詞 真是好聽啊 就是白目嘛 對不對 我也不例外 我相信在座的男生 國中的時候呢 應該也都是很調皮 然後都會 下課都很喜歡幹嘛 推來推去 有沒有 打一下弄一下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就會怎麼樣 就有一個高興 然後就說 神氣然後就哭 像老師以前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在玩 然後我就打 還是虧了一下 然後他就跌倒 然後就哭了 所以你哭吧 他說發生什麼事情 老師就來啦 老師就來啦 他都不見啊 搞什麼東西啊 啊 你把人家都哭了 你在幹什麼 我說 我說沒有啊 他不是在玩啊 他 他也推我啊 然後就哭了 說我沒有 那我推了 我說哪一陣子我還推 但是實際上 我說老師 他自己教的啊 他就說 做力跟反做力 我推他 他也推我 很公平啊 他是他自己跌倒 跟我不是 哎呀 然後 理化學很好嘛 做力會反做一次就是 拿了成條 就拿過來 反正我打你 你也打成條啊 很公平啊 我打你 成條也打你嘛 我打你 你也打成條啊 很公平啊 你知道嗎 在嘴巴在那個嘛 在那個 胡言亂語嘛 在亂講嘛 亂學一通嘛 然後我就被打了一個 所以有時候理化學還好 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 這個故事是告訴我們什麼呢 一個做力跟反做力的 爽白線 哦 這是要讓人知道 做力跟反做力的一個概念 來推進到一個 我們要從這個圖形呢 跟這個範圍來說說 來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說這個是假 這個是 他們是互推 所以呢 假有個力量在推 用黃色來表現 所以假推 然後F 夾 夾 F夾也叫做夾 或A的意思 但是 有沒有推夾 有沒有紅色 有沒有 有沒有推夾 有啊 所以有一個力量在幹嘛 在這裡 是用A夾 你跟F一夾 不一夾 F一夾 可以嗎 那我們會說 這兩個 F夾也跟F一夾 就是一組作用力跟反作用 對 好 那我們來聽一下 他有什麼性質 來聽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大小 要不要想等 要 要不要想等 要不要想等 好 那我們來看 方向 方向想法 不要想 你還知道什麼性質 沒有 我告訴你還有兩個 這兩個大頭 我知道 力量的表現 蛤 喔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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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做脈 的 螢幕實現上面 好不好 老師必須說 雖然我是這樣子的話 我這樣子的話 我這樣子的話可能不太好 讓我修正一下吧 為了讓你們能夠理解得更仔細的話 讓我修正一下 好 來 你應該這樣吧 甲歸 這個在這裡 然後呢 甲歸甲在這裡 好 那你現在看這個圖 應該就很明顯的知道 有另外一個形成了這個事情 他們作用在什麼 同一條直線上 OK 還有什麼 趕快想 這都會討喔 這個性子你一定要知道喔 要很熟喔 另外一個性子是什麼 還有什麼性子 這明明國中都學過喔 還有什麼 精神點 年輕人才幾歲 那個又倒下來 把他跳起來 然後你跟手是慣性啊 沒有這種事喔 起來 起來 快點 要誰知道 不可以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 你偷看 偷看 你這樣學得好 騙鬼才學得好喔 人家都不知道我寫嗎 那偷看還要怎麼形成 快點 誰知道 你沒有回答 上面有回答 或是 其他人都會加分 好 非常好 好 請坐 想你下去喔 去快點 走 蛤 蛤 走 不會互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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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也可以 可以這麼說啦 好 我們把它翻一個 不可抵消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快點 還有機會喔 非常好 非常重要 對不起 是不同喔 中在不同的問題上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機會了 誰要來表現一下 暗示牠表現嗎 對 對 剛平安不要表現一下 快點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你現在還會表現一下 老師你現在還會表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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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次中火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 老師你也中火啊 你不能生氣 對不對 那 好啦 第二個我講 第二個 同生無面 什麼意思 然後我有推到你 你才會有 有一個反作力給我 對不對 如果我沒有推你 我們之間有沒有任何的 什麼作力 沒有嗎 所以這個作力和反作力 一定是同時出現 跟同時消失 而且他還最後怎麼樣 複合一下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 我告訴你 記清楚 記清楚 沒有一條可以漏掉 我告訴你 學物理 所以這種基礎科學科目呢 一定要有他的精準性 齁 齁 對就是對 差一個是都不行 齁 所以你們要把這個習慣養保 精準性 我知道有一種人 可能要這樣練社會 齁 但是一樣 你把這個習慣建立起來 對你在練社會科目的時候呢 也是有幫助 好不好 也是有幫助 可以嗎 好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們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齁 好 好 好 那現在 我們來帶一下 帶你做一下這個例子 齁 因為一下子講太快了 你們可能會行動不了 來 現在你先換我做一下精準的反應 第一題 好不好 那我去 我去拿一下我的手機 因為我要 按一下打數 你覺得看起來很可愛嗎 指路不同 换路 快点快点 精神点 17岁 17层层 像话吗 好 快点 第一题先等下来 ABC ABC哦 有没有问题 可力点凝嘛 可力点凝嘛 来注意哦 可力点凝 马上反射 要想到是什么 一句话 哪一句话 静者冷静动者冷动 等速度直线不防板运动 根据这个性质选答案 A等速度OK B等速度OK C等速牵持上升的身心OK 关键致力出来 看到等速度选就对 可以吗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范例三 来 我需要持持人来帮我插一下可以吗 這樣通常沒關係,反正錯誤我都會放上去 但是老師必須要那個啦,我覺得 那個有些資源給你們,你們要怎麼珍惜 你知道嗎?因為這都是老師額外做的 因為有一句話就是這樣,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都不會珍惜 就好像呢,永遠都不會覺得你媽媽有多愛 你都會覺得,媽媽好煩,爸爸很煩 他們是這樣子的,知道嗎?要珍惜啊 好,來,快點,翻例三,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天做什麼 來,快點,快點 他說,有一個騎腳踏車 然後呢,從禁止直線加速到沒小的社會 快點,沒小的汽車公里,多少,沒辦法騎公司,馬上交換給我,快 快點 原本是多少,72km HR 等於多少,FS 快點,誰趕快算給我 多少 多少,20喔,好不好 這個經常在一直要有喔,沒空慢慢算囉 好不好,他說什麼呢 我一開始用禁止,禁止圈起來寫B0等於0 然後呢 B貨呢,等於20 然後背時10秒 然後D小禮貨,我們什麼 他說,如果他是做等加速度的話,加速度多少 謝謝你,這是不是等加速度直線運動 三大公司的運用 請問你用幾號公式 來,我現在把公司寫給你 1號公司叫什麼 B等什麼 快點,現在背一次,如果你還不熟的 B等B0加IT,2號公司叫什麼 S等什麼 S等什麼 2 你完了你 你肚子餓吧 B0T加什麼 2分之1 AT平方 三大公司叫什麼 B0A B0 B0 B0加什麼 加什麼 這都是你應該要會的喔 你不要以為一部 你應該學到新東西了 圖簡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現在用幾號公式來算加速度 圖簡可以嗎 來,這個喔 先等到公式選用的精準度 你要知道你現在擁有什麼線索 然後他用在誰 可以得到幾號公式 你看你現在有什麼 初速 有末速 然後有什麼 時間 有初速,有末速 有時間 要算加速度 肯定在幾號公式 1號公式 所以我現在建立默契喔 這叫1號公式 2號公式 3號公式 這是我們的默契 可以嗎 所以用1號公式來算 末速是多少 20 等於初速0 再加什麼 加速度才能時間 請問你加速度算出來是多少 第一小 快寫 這叫第3 第一小 第二小 來,第二小 你的加速期間 小康所說的合力是多少 怎麼了 去 我現在錄影的好處在這邊 上廁所呢,無法 被露死掉的任何東西 齁 所以重慶以後大家都要上廁所 是不是 對 一定要去上 買給眼力 來 快點 注意囉 要問合力 問合力 怎麼算 你有幾條路可以走 你學過一個有力量的公式做誰 目前為止做誰 你做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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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你要算力量 你一定把F F抓出來 這是最基本 好不好 那你看一下 這是數學嘛 你要算力量 你必須要有誰來幫你 你要有什麼 你目標物體的質量 以及什麼 目標物體的運動加速度 如果這兩個都有帶起來 是不是得到他所受到的力量是多少 對不對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你看 有不有幫我給 有啊 這個人多少 質量50公斤 F帶50 加速度帶多少 剛剛算出來的2 所以你這樣子一算 老師 這個KT這個單位那麼多 結果算出來變牛頓 那這樣子合理嗎 這樣合理不合理 單位有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沒有問題 這是SIS的好處 你只要乖乖的通通用SIS的 他就會變成你想要的單位 他就會變成想要的單位 好不好 因為牛頓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導致單位啊 本來就是這樣子來的啊 這個都行過 好不好 第二條例100 可以嗎 這個帶你做了一個簡單的一個練習 好不好 OK 但是時間有限喔 老師能夠帶來練習 實在是不多 但是期望你們要回家 利用影片 做一些練習 好不好 你願意做 你可能會覺得說老師我這樣很忙 我沒有時間我不要忙 但是你只要願意做 你就是贏人家的那個 好不好 好 就是贏人家的那個 特別是一方念自然主 如果你不做 我告訴你 你還是念社會主 好了 因為你已經練不下去 我跟你討論 我不是恐嚇你 如果你連現在都不願意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乾脆練社會主要 真的 自然主持不是來陸 但是你 你要是稱得住 練自然主持的話 將來呢 齁 你的出路會比較 這是很現實 這是猝死 猝死 事實 好無標準 我也不是猝死 我不是英文老師 你不要這樣 猝死是那種 猝死不是那種 猝死不是那種 猝死是那種 猝死 猝死 可以嗎 好啦 講究一下 你練自然主持 所以念自然主持 你要出路會比較 為什麼 你很明顯 你光考大學 你文族也可以點 理族也可以點 可是你社會主的 你大概就是什麼 你要畫多 畫來自然主 你太可能 很難 好不好 來 趕快改一點時間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觀念 來 翻到 正下面那邊 快點 正下面是什麼 很簡單 趕快看一下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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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講不完 而且 正下面是什麼 很簡單 其實你看 一個問題 擺在地上 好 它本身有什麼 重量向下 好 那我請問你 就像老師站在這個講台上面一樣 不會往下掉嗎 我應該沒有狀況那種地步 我會不會往下掉 沒有 那我為什麼可以站在這邊 不是 可是老師因為你有賭主 不是啦 我是說 你好冷 我一直流汗 怎麼會冷 你看我流人蠻多大人 講的蠻多大人 因為老師好像一直講話很累 還要娛樂你們 對不對 還要逗你們開心 那我是不是多可憐啊 好啦 我至少可以站在這邊 至於有人幹嘛 撐著我嗎 對不對 我說我應該就變什麼 我站在這邊 跟我站在 跟我什麼陽台上面 整地方跨出去 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有人撐 一個有一個怎麼樣 沒地方撐嘛 對不對 所以沒東西撐了 就變下去 被自由落地 啊有東西撐了 所以就禁止 不動叫做什麼 所以誰撐著我 這個力量叫做什麼 國中文說常會說支撐力喔 可是我們知道物理呢 我們會說這是一個正向力 N叫做正向力 來正向力的心理就是什麼呢 它一定會跟你的接觸面垂直 它還會變成接觸面垂直 那這邊要特別小心喔 正向力 會不會 永遠都跟重力做成交 不一定喔 取個例子 如果這個地方正向力在這裡 如果是一個喜便 來耽誤兩分鐘 忍耐一下 為了你的未來 兩分鐘是值得的 這個有個問題 來畫圖囉 現在開始牽涉到力學分析囉 動量向下 正向力在哪裡 不要忘記我剛剛說的 來注意 控核性別 接觸面施於物體 垂直於接觸方向 而是成立 稱為正向力 控核性別 好不好 那如果是這個地方呢 如果是按照剛剛的那一句定義來講的話 哦 從接觸面給物體垂直的力量 那接觸面不是這個地方叫接觸面嗎 跟鞋邊接觸地方接觸面對不對 垂直在哪裡 可以 這叫做正向 可以嗎 你正向力此時 跟重力有沒有互相提交 沒有 很明顯 因為我們都不同方向 你要怎麼提交啊 對不對 所以正向力呢 它不一定跟重力提交喔 它只管什麼 我管你那麼多 反正呢 我在這個接觸面子哪裡 我就是給你垂直的出現就對了 那之所以呢 會靠著怎麼樣的運動結果呢 會隨著 物體的配置情形不同 了解嗎 比如說這地方我們來看 此時 看一下喔 忍耐一下 再撐一分鐘就好 拜託忍耐一下 此時正向力 跟我的重力相等是OK的對不對 這個叫做A 快點 下面E有寫N等於W N等於W N等於W 快點 還有第二個 我直接在上面寫了喔 如果是對B圖而言呢 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人來幫忙 又一個人來幹嘛 又一個東西 我頭上頂著一個東西 像這樣 所以我是多了一個力量在壓我 對不對 在那樣子 好 那我現在這樣壓過來了 可是我還是禁止啊 對不對 代表這三個力怎麼樣 客戶相自消 OK 可以是第一個 我現在到第二個 來分量幾句話 我只要禁止 合力點是什麼 合力點是什麼 合力點是什麼意思 肌肉合力 向上主力等於向下主力 向左 向右和身 向左 力量會等於向右力量 好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禁止 所以向上等於向下 我們記一下 向上的時候可以分 向下等N跟W 是不是這樣子 OK 這是第二個部分 但是如果第三個 來我先偷偷把這個 故意轉個方向 我現在也不是在拉 如果有一個人呢 跑過來 把老師 我上個題的話 可是我還是禁止啊 對不對 你看我過藍吧 怎麼樣我都不動 對不對 實時怎麼辦 我還是禁止 禁止 用反射想到什麼 說 合力點0 合力點0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會怎樣 向上 向上總力等於向下總力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選什麼 F加N 會等於什麼 W一下一下 如果要正向力的話 就會等於什麼 W-F 我們切解第三個方向 幫我填下去 可以嗎 好不好 所以我們正向力的部分 也講完了 OK 所以3-2呢 我們已經剩 大概剩三分之一 就可以幫他講 好不好 好 回去拜託好好複習一下 然後老師也會把之前的 中班跟校班的影片 一定放上來 來注意注意 接下來3-3 我務必要求你們 先上網看影片 我會放在FB裡面 3-3的影片一定要先看 你只看輕一遍的話 你很容易更不懂 好不好 而且這樣很重要 立法 好不好 好 就這樣